花蓮市中华路90年的老店代季扁时 日前贴出了一张公告显示 店主因为年纪大体力不堪负荷 无法继续经营将会在8月底8月31号结束营业 而消息一出哀嚎遍野 有特地来的观光客也有吃了40多年的老饕 都特地回来品尝记忆中的老滋味 薄薄的面皮包裹鲜嫩的猪肉 一旁还有油葱酥体味 最后再配上清香不腻口的汤头 花蓮代季扁时的好味道已经传承90多年 如今却宣布将要停业 让韬客立刻哀嚎遍野 店家贴出公告第三代经营者待遇力表示 自己年纪大了体力不堪负荷经营 将会在8月31号结束营业 而一起打拼多年的老员工虽然舍不得但也很看得开 消息一出火速传片全忘店里人满为患 门口也大排长龙 都验证这间店在花蓮人心中的超高地位 有来朝圣的观光客也有在地子弟特地赶回家乡品尝记忆中的老滋味 从台北回来 台北回来喔 吃几年了 吃四十年有吧 这地方就是不一样啊 这小时候的记忆吧 因为花蓮扁时跟一般在其他地方外面吃到都会一样 因为这边的皮比较软煮酒它也不会烂点 但如果在其他地方煮皮都比较多一些 墙上一张张黑白照片细数这间老店走过的历史 当初可是连已故总统蒋经果都爱吃 闯出名堂后一路红到现在代季第四代经营者 还推出冷冻宅配服务 让各地民众在家想吃就能轻松网购 花蓮代季扁时抛出鞋业消息 让老客人猝不及防 但在八月底前都还能吃到热腾腾的扁食 民众若想来一场口感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 记者林明镜许丽请欢迎报道